大家好,我是小薇。 本周,Black Forest Labs发布了Flex 1.1 Pro模型,以及开放测试版的BFL API。 1.1 Pro模型比上一代Flex的生成速度提高了6倍,且提升了图像质量,提示精确性和生成内容的多样性。 1.1 Pro模型支持生成2K分辨率的图像,在基准测试中超越了其他所有模型。 根据竞技场的得分,Flex 1.1 Pro已经远远超越Ediagram VR和Me Journey V6.1模型。 Flex 1.1 Pro完全兼容BFL API,允许开发者通过API集成图像生成功能,支持模型自定义、分辨率选择和内容审核等操作。 价格方面,每生成一张图像的成本4美分。 从实际测试结果可以看出,Flex 1.1 Pro能够理解复杂的提示词,生成不同风格,不同分辨率的高质量图像。 Flex 1.1 Pro将在Together、Replicate、File和FreePick等平台提供图像生成服务。 1.1 Pro模型依旧可以准确渲染文字,生成细腻的图像。 登录到FreePick,选择Flex 1.1 Pro模型即可使用,或者在File免费使用该模型。 Flex 1.1 Pro发布后,已经成为最强的开源图像生成模型,大家可以尝试。 然后,我再为大家分享几组重要的人工智能新闻。 1.Meta Movie Gen 本周,Meta宣布推出基于Date架构的Movie Gen,也是Meta旗下最先进的视频生成模型。 Movie Gen Video具备30B参数,可从单个文本提示生成高质量、高清晰度的图像和视频。 和其他模型不同的是,Meta还推出了Movie Gen Audio模型,可以生成与视频同步的高保真音频。 从Meta发布的样本可以看出,Movie Gen支持文本转视频,或者将个人形象转换为独特风格的视频,生成的内容质量也非常高。 Movie Gen具备强大的提示词理解能力,且可以通过复杂的提示词,生成具备模拟真实运动规律、高清分辨率的视频,效果完全不输于市面上任意的视频生成模型。 Movie Gen还支持视频编辑功能,用户只需输入文本提示,即可实现精准的视频编辑。 例如,替换视频中的人物,或者改变视频的风格。 该功能的加入,将会让视频剪辑变得更加简单和有趣,并简化特效的添加流程。 例如,我们可以为视频添加特效,改变视频的背景样式。 或者改变视频中人物的配饰,视频的天气,大家可以预览一下效果。 此外,视频的风格,视频中主体的样式,均可通过文本提示改变。 Personalized Videos功能则更加强大,用户只需上传自己的肖像,即可将其转换为个性化视频,同时保留人物的特征和动作。 该模式不同于图像转视频,可以基于一张静态图像,生成创新内容。 该功能的发布,将会彻底改变传统的视频编辑模式。 此外,LumiGen还具备顶级的音频生成能力,大家可以预览一下效果。 目前,LumiGen仅面向部分用户开启内部测试。 大家也可以点击下方链接,了解详情。 2.Damp Day 2024 本周,OpenAI开发者大会在旧金山开幕,推出了很多新工具。 其中实时语音API,允许开发者在应用中构建低延迟的多模态语音体验。 RealTime API支持自然的情感对话交互,有六种预设语音。 API的公共测试版现已向所有付费开发者开放。 提示此缓存功能,则允许开发者在多个API请求之间缓存常用的上下文信息,从而减少重复计算和成本。 此外,还有模型蒸馏、视觉微调和新的Playground。 以上新工具突出了OpenAI的战略转变,并赋予开发者生态系统更多能力。 与此同时,OpenAI还推出了一款名为Canvas的工具,用于提高用户和ChatGPT的协作和编程效率。 Canvas允许用户和ChatGPT在一个独立的窗口中协作,实时修改内容。 该工具可以帮助改进文本、调整语言、审查和修复代码,或者转换成不同编程语言。 用户可以在Canvas中直接输入内容,ChatGPT会给予建议。 对于开发者来讲,则可以使用Canvas辅助编程,帮助审查代码、修复错误、添加注释,或者把代码翻译成其他编程语言。 此外,当ChatGPT识别到可能有帮助的场景时,画部则会自动打开。 目前,该功能已经面向高级用户开放。 3. OpenAI人事变动 本周,SOLA团队的负责人Tim Brooks宣布跳槽,并准备加入Google DeepMind,从事视频生成和世界模拟器方面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SOLA模型自发布以来一直没有进展,引发了外界的怀疑和猜测。 此外,Enthropic也宣布,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多尔克·金马也完成了入职手续。 Tim Ma在2018年离职后,一直是DeepMind的研究科学家,也是Adam算法的发明者之一。 Tim Ma在加入Enthropic后,将会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4. Hydra更新 本周,数字人平台Hydra发布Character2。 该模型支持更多比例的图片,且取消了长宽笔限制。 Character2大幅提升了视频的生成质量,能够输出更加清晰的视频。 目前,新模型已经面向全部用户开放,大家可以尝试。 King Ma's impressive career spans academia and industry. He earned his PhD cum laud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in 2017. 5. Blood Note 本周,StackBlitz推出BoltNote自动编程工具,也被认为是RFATS V0和Replet的结合体。 支持提示、编辑、部署的全占流程,且带有完整的开发环境,可以实时预览结果。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免费尝试该工具。 Bloat能够根据一段简单的提示词,生成完整的代码。 点击右侧的Preview按钮,还可以预览生成的网页、UI界面和应用程序,大家可以尝试。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想在油管赚取一笔副页收入,也可以扫码添加小微的微信咨询。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访问小微的官网,了解详情。